对不对 我师父也是没有毕业证书的 但是因为没有毕业证书 反而他们很认真 写书啊 看字啊 对佛教的尊重啊 那种 而且他们都是军人 军人 所以真华长老在对应顺导师 我师父在对真华长老都像军人 军人叫什么 服从为天子 他们没有别的意见 有一次我师父生病 然后他带我去见真华长老 然后他看到真华长老的时候 一般人都坐在沙发靠着 我师父都坐这样 就看到将军一样 他对真华长老是这样 真华长老跟应顺导师讲话的时候 也是马上坐起来或是跪下来 他认为这样 因为北方人的个性 要忠 这一点 我想我在长辈的身上我就学 就是要这样 要认真 要忠心耿耿 要耐得起骂 他随时都骂你 讲你 关心你 他一路就问这边住多少人 他就是在问这个的 什么事情他就是佛教怎么办 佛教怎么办 未来怎么办 这个法门如何留下来 如何如何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发愿 深深适适 直欲善之时 像我 我在福岩梯渡出家 然后 真华长老叫我 殷孙导师 卢旭长老 印海长老 所以我在外面跑来跑去 很多法师 哎呀海盗法师 你有福报啊 没走错到场 包括出家人都这样讲我 我说没有啊 我没有特别去选啊 因为慧瑞奖堂 就在我公司隔壁 没去逃 我隔壁 家里的隔壁是佛教青年会 然后呢公司的隔壁是慧瑞奖堂 我只能接触这样啊 这就是我的开始啊 但是就是因为 你为什么搬到那边 那就姻缘都给你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让你去碰到那个事情 碰到那个人 各位今天你结婚 跟谁结婚 都是给你排好的 啊 因缘惠玉 你就一定要碰到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业力是最大的 那知道业力很重要 所以千万不要造一点恶业 因为他会往那个地方推 啊 你只能一直造善业 一直结善业 他就一直往好的地方帮你推 啊 让你直遇到 最好的 啊 最好的思想 以道场为中心 要要往外 要往外 以前你只要把道场守好就好了 现在不一样 你要红房 你要动 所以我们要用尽各种方法 媒体啊 用尽各种方法要 要去动 啊 不然的话 没有办法把佛法推动出去 但是这个推动佛法 也不是出家人的责任 各位 推动佛法功德大不大 大啊 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 个人用个人的方法去推动 送书啊 啊 参加祝念啊 主共修团啊 主放生团啊 我想 主念经会啊 都可以主超经会啊 我认为寺庙是大家的 不分在家出家 对佛教有责任的人 就应该要去参与 所以除了有这样子的想法 然后呢 天天修福报 节赛院啊 啊 像我每天都 都要顶礼正华长老 每天都要这样做 啊 顶礼感恩 因为对你 就像常常讲的 母亲想的儿子 儿子永远就很健康 啊 因为老和尚 他们的功德力太大 太大 啊 这个功德力这么大 啊 你说今天我这个法师 有一点点福报 那没有正华长老 这个福报都没有了 一点都没有了 所以我再大的福报 永远也没有办法超越 真华长老的福报 因为是他我才能够踢头 啊 是他踢的头 所以 这个功德太大了 所以我们对父母也是这样 父母给我们身体 我们才能够修行啊 啊 所以各位要从内心里面 设定好这样 设定好 你就不要改变了 特别 真华长老度他爸爸那一段 有没有听过 你很可笑的 你都没看见哦 真华长那个餐学手 他父亲 因为他从小 父亲就离开家 他像孤儿一样 他家是有钱人嘛 所以他父亲是败家子 所以拿了钱就离开了 所以他后来就出家了 但是后来他父亲 又知道一个儿子出家了 做得还不错 所以就回来要他养他 那个时候他才见到他父亲 但是真华长老度很孝顺 怎么办 然后父亲就拉他 一拉就让他还属 天天吵要他还属 天天吵要他还属 那时候他住在灵院上 是要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一天晚上 他父亲吵一吵 在睡觉的时候 他就用那个手拦向 拦了十二个 三三三三三 就发四个愿 第一个愿他父亲 不要逼他还属 这样 第二个愿他父亲也能够吃素 第三个愿他父亲能够认同他 出家或跟他住在一起 第四个 如果我父亲能够出家也多好 就发这四个愿 发这四个愿就跪到天亮 慢慢烧 慢慢烧 各位下回来烧好不好 我们都烧过呢 我们在家就烧了 然后他就发这个愿 发这个愿以后就烧到天亮 念观音菩萨 结果那一天晚上 他父亲突然就生病了 一病就病不起来了 不会吵他了 然后病呢 就不吃不喝了 不能吃就是昏迷 那一昏迷就好几天 那至少没吵到 这会儿早晚更是为他唱了 但是他父亲醒来那一天 他梦到什么 因为他好几天昏迷了 所以醒来的时候肚子饿嘛 在做梦的时候都梦到肚子饿 饿得不得了 结果在做梦的时候 梦到饿得不得了 就跑到一个地方 很多人在吃饭 结果他说 能不能给我一点包子吃啊 我肚子饿得要命 然后那边围着一桌的人 都是出家人 要吃可以啊 离头啊 踢光头就可以吃啊 然后做梦的他父亲 离光头就离光头啊 然后这样就吃了 然后吃了以后 就醒来了 醒来了以后 就跟他儿子说 儿子啊 爸爸要出家了 就这样 所以各位 这个感应大不大 所以 不可能的事情 都产生了 最高的愿他爸爸出家 吃素 对不对 所以他爸爸一醒来说 儿子啊 我昨天做梦 梦到跟那个光头里面 师父要抱着答应要出家 所以就出家 病就好起来 病好起来以后 然后就跟着曾华 很高兴啊 带着他参访四丈名山 带他受戒 带他住在普陀山 太不可思议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故事 感动得不得了 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圆满了吗 男生共佛 发愿 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就 不可能 他爸爸就是要来拉他还俗 逼他还俗 跟他讨债了 他都可以让他吃素出家 而且出家以后心情好得不得了 山东人讲话很直的 做梦 说出家就出家 人醒来说 我已经答应了 我就出家 所以 真华昌老才跟我讲 这个世界没有比念佛啊 那忏悔更重要的 所以我想 最重点的佛教是 我们为了追求智慧 来修行部分在家出家 那至少可以解脱生死 所以真实的智慧 这是度老病死海监牢船 如果你有真实的智慧 了解无无常无我空性 那已经可以解脱生死 亦是无明黑暗大明灯也 那你就不会痛苦 无明就起烦恼了 那你无明呢你就会造业啊 一切病者之良药也 究竟解脱 他靠这个空性 那这个跟空性跟智慧相应嘛 一波罗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碍 那我现在怎么会有挂碍呢 那怎么会有痛苦呢 那就是代表我没有智慧的观照 所以为了如此各位要 闻思修最重要 听闻要记下来 听闻你才知道 什么是对跟错 思维你更肯定 那烦恼从哪里来我如何降服 所以那实修把烦恼给断出来 那你就可以快乐了 而且知道怎么度众生的方法 所以这个要精进 要花点时间 没有法会没关系啊 能够静下来 静下来看经典 各位要规定 我把一套怀孕请过来 我三个月内 从头到尾把它看一遍 而且找出重点 再来我请大制度人过来 甚至我把大波日经拿过来 因为真华长老在往生前 利用两个半月 把大波日经看完一遍 而且告诉我他的心得 他很高兴 很惭愧 就算他要往生净土 他也很惭愧 他跟我讲这句话 因为他看完大波日经呢 他觉得自己没有挣到空性 没有办法 现在马上到这个娑婆世界 以波罗蜜度众生 他很惭愧 他也告诉我 一定要深入大波日经 弘扬大波日经 以这个波日经来弘扬菩萨界念佛 我说好 但是至少我有这个缘 这个是真华长老的遗教 从我出家他就告诉我 海涛 你这个人适合研究重观 大波日经 将来呢多宣扬空性 不离菩提心的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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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长老 还有一点神通 但是我现在啊 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 讲个好听是什么 吃是陪你吗 因为大家都还在生病 还剥热经 还在烦 还在求福求寿 吃素放生 吃吃超度 我记得我经常被骂 海大法师你没有别的嘛 天天只有放生 焉供 没别的嘛 你不做多一点文师修嘛 你每天就搞这些福报嘛 这样啊 我说 对对对对 但是 我这个 真是没办法 我们天天在种善根 这个善根 具足了 那你就生生世世 得欲善之事 很好 我这辈子很有福报啊 我首先碰到的是 法政长老 教我吃素放生 超妙法 灵华经拜佛 学饭拜 用声音度众生 他碰到我师父 讲了法菩提心的教法 特别人间佛教的 入室的教法 然后呢 真法长老 引导我 罚菩提心 引导众生 乃至念佛生净土 但是要念佛生净土 真法长老说 要深入山上 所以他办佛学院 而不是说 你不看阿含经 真法长老说 什么都要看 那你才能够了解 净土的殊胜嘛 他要知道什么 叫菩提心菩萨界的意思 所以这个世界上 这么多善之事 那各位要有福报 要去清净 所以你只要因缘成熟 广众功德 所以你像摄利佛 穆建年 他们为什么碰得到佛陀 不是这一世的呢 累世的善根跟愿力呢 不然碰不到 绝对碰不到 也不会生在佛陀的时代 所以很多祖师大德 过去佛他要清净 未来佛更要清净 只要这个世间有佛陀事件 他们都要来清净 当然净土的每一个佛 我们都能够去清净 所以善之事有什么功德呢 其善之事能做佛事 这个善之事 他做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实践佛法 叫佛事 吃饭走路 都在实现佛的事业 告诉我们怎么修行 事叫利息 开始教化利我们 也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 更重要的 令入阿尿多罗三妙三不停 所以正化长老 绝光长老 卢徐长老 这些朱大善 这是他最关心的 是说你罚菩提心了没有 现在在做的事情 有没有跟菩提心相应 你不要忙了盖道场 我度了很多信徒 我放生很多 这个你跟菩提心不相应的话 那这个业还会造成你痛苦 我跟你讲 恶业会让你痛苦 善业更让你痛苦 你这辈子很有钱很健康 那叫善业 但是你就会更没办法接受无常 除非你所做的一切 都跟空性菩提心相应 而不能说只有追求善业 另入阿尿多罗三妙三不停 所以各位你现在无论如何 就要一直问自己 要问别人 清净善知识 我有入到菩提心之道 听一下成佛之道 菩提道 是不是 中国八道叫菩提道次第论 你又没有进入菩提道 你没有进入菩提道 那么浪费的 但是善知识能够 告诉我们菩提道是什么 但是善知识就四线的真相给我们看 那最主要的还是这句话 另入阿尿多罗三秒上菩提 让我们进入重点菩提心 神老病死 神老病死 神老病死苦 每一个人都这个苦 但是我们修复的人 随便是一样 也有神老病死 但是我们不会感到苦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有福 有法 有神 有三宝 你心中有福 有法 有神 这个福法神就在你心中 就一种力量 也坚持有这种力量 我们能断烦恼 能了生死 所以说父说父信父 叫信 信以后叫怨 怨以后叫心 信 怨心 出处 死死死死死 死死死 要有这个信心 所以我想 死亡之前的老病 那是正常 谁不如此 但是有修行的人 你感觉 真化转老 胃癌 但是 他一直跟我说 海涛啊 你不要担心失控 一点痛苦都没有 我现在要 在我往生之前 看完整部 大布尔金 大布尔金 我满这个愿 我才会走 所以 他就这样很精进的 一点痛苦都没有 因为我知道我施工不会骗我 他比我还怕痛 他比我还怕痛 一点点感受 一点点不好吃 他脸就 就不舒服 他感受 很强的 但是 他居然 他说医生说我得还在哪 我没感受 他只是瘦瘦瘦瘦 比较没体力的 但是 没有痛苦 所以 特别我 真华长老老 他是持戒念佛 而且他这个戒是什么 来 菩提心戒 永远发菩提心 念佛求王 这个戒律的功德 以及对阿弥陀佛的 绝对的信心 所以 所以让我很有信心 就像我以前跟真华长老住 像各位现在两个两个人坐在一起 有些会合不来 那你就 这个就不太好修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们跟老和尚住 老和尚什么时候上洗手间 我们不敢上 老和尚什么时候要洗澡 我们都调查好了 不敢比他先洗 老和尚什么时候要睡觉 我早把灯给关了 老和尚什么时候要起床 我早就坐在那边等 那这样你才好修啊 所以 这样你就 不敢用自己的想法 战战兢兢的配合着对方 这样你才可以修空性 然后呢 老和尚才会觉得说 你这个人如此可教业 他会跟你讲讲佛法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人敢去跟老和尚睡觉 就是我这个 出生之毒 不怕虎 哪里知道 这样子 但是我去的时候 我会觉得 因为这是我天生的 因为我很尊敬老人 所以 然后 会懂得去配合对方 所以各位听到这两个句 配合对方 千万不要凸显自己 因为你不配合对方 你就不知道如何去除我自 所以 就像我是一个讲课的人 不是我要传达什么 而是对方需要什么 就像你是个唱歌的人 不是说我喜欢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现在需要唱什么 你要配合对方 所以大乘佛教的 一切都是因为配合对方 而不按照自己的观念 这样你才可以有空性背心 那事实上佛教里面 也告诉我们 所有生命的痛苦 就是来自于我自 就像各位你现在 哎呦我脚痛啊 我怕生病啊 我想身体生病是 佛陀都有生病 达摩祖师 他是被下毒六次 第六次 他才把这个毒品吸收 让他自己生病死掉 那事实上达摩祖师 也没有死掉他的事件 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修到 不生不灭了 但是 意思是说 凡是修行者 包括我的施工 真华长老 他要往生之前 身体也一直在病痛 但是他很自在 让我感应很大 而且在要往生之前 要得到那种 台湾人叫皮蛇 那个皮肤病啊 那叫什么 泡疹 是吧 然后很痛苦 因为我光听到我就很痛苦 结果我跟我 跟施工在讲话的时候 他很自在 所以他认为人生就是如此 但是呢 那时候呢 内心念佛 思维波尔经典 那时候他一直给我强调 念佛 思维大波尔经 虽然他身体 虽然他身体在最后的阶段 但他 虽然瘦了 但是他眼睛很亮 心情很平静 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对我们来讲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 我们自己都会想 会怕 到底我有没有能力面对 但是让我看到一个修行者 他在思维空性 波尔经典 那我施工为什么要读波尔经典 因为 他想要用波尔经典 让自己安住在空性 这个就是一种修行 而且透过念阿弥陀佛 来修业障 因为他最大的目的 他一个生命最大的目的 我施工一辈子修行最大的几个字 来 念一下 发菩提心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他一辈子 他的生命就是这十二个字 这个很重要 各位如果 每个人的生命 如果你把你生命定在儿子 事业 感情 那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你痛苦 就像我现在就比较能够体悟了 真华长老不在了 陆续长老不在了 觉光长老不在了 但是他们却活在我们心里面 不可思议的加持 他在的时候还没那么明显 他不在的时候就很明显 但是这个明显来自于我们虔诚的信心 齐情 感恩 能够碰到这些伟大的佛菩萨的化身 善知识 所以 九华长老这种利他的事业 正华长老这种菩提心念佛 那我们如需找到这样子的菩提心 来引导众生 就像弥勒佛一样 因为我师父就是希望去弥勒那院 来引导众生发菩提心 所以 那虽然他肉体不在了 但是你要虔诚的去齐请 不可思议 这个叫实修加持的传承 当代佛教祭起诉 中道学院开山住持 真华长老 于国立十月五日 下午四点十分 在念佛中正念分明 安详市集 逝寿九十一岁 海内外佛教界人士及四众弟子们 文序莫不引气不舍 深深怀念这位终身现身佛教的慈祥长者 在佛教界中 德高望重的真华长老 法脉知凡夜貌 一身博学多文 文采卓绝 怀抱大悲心及大远力 于弘法立身工作 数十年如一日 造就出无数优秀的僧才 龙象背出续福慧敏 其崇高的得范及卓注贡献 造为海内外所敬仰 菩萨清两月 常游必尽空 未尝多解怨 浩荡赴前程 传松山少林草洞 正宗第三十七世 第二十三代 中道堂上 开山风掌 上针下滑 结功老和尚 福元佛学院第二 三 四 五 六 七届院长 注释圆境 功行圆满 移民国一百零一年十月五日 农历八月二十日三十 在念佛中正念分明 安详市集 老和尚身于民国十一年 农历二月十五日 享年九十一岁 僧纳七十八丘 戒纳六十八下 法眷弟子锦钻祖制 亲事入殿风堪成礼 南无阿弥 O O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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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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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中阳机会中心副机会官 陈宗盐 后来社区疫情风险相对稳定 请大家继续注意疫情的发展 也随时做好个人健康惯例 一群群群掘好到保护时 请他竟然爱会记忆 第一 请保持适当 射高鼓励 群群群 请他记忆先掘好脆弱 第二 群群群后 请他记得洗手 另外 自己能够准备完祖筆 还是群群来签修 减少接受的机会 自己减育期间 请不可以自己出面签修 也可以拜托亲家朋友期待而已 请大家作为来建立 公益安全忙碌 迈向公益信心话 各位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他一定要想着别人 想着众生 就像各位刚刚在排位置 你这样做东西这样放 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别人的看法 装严等等 各位这个都是日常生活要培养的 你每一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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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影响到别人的看法 都会顾虑到很多人 而不会说 因为个人的一点点的想法 不管别人啊 那这样呢 就失去了一个大秤的动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